随着亚运会在中国的举行,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一盛大体育盛事上, 然而在这场盛宴中,一位特殊的嘉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她就是叙利亚的第一夫人阿斯玛,被誉为大马式葛玫瑰的她, 不仅出席了开幕式,还游览了中国的名胜古迹, 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她是中国之行揭开了她身边女保镖的神秘面纱。 这位高颜值女保镖在网上走红,甚至被称作中国最美女保镖。 亚运会最近是全国关注的焦点,各国运动员和领导人齐聚中国, 供养胜剧,其中叙利亚夫人凭借优雅的外形和平易近人的性格, 成为亚运赛场上外的大红人。 不过走红的还不止她一位,她身旁的一位中男孩女保镖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有网友就发文询问,叙利亚夫人身旁的女保镖是谁, 连番夸赞她又美又撒。 据悉在9月26日,叙利亚夫人前往北国、北京外国语学校交流参观。 北外学子热情欢迎,将道路为的水线不通。 当天,叙利亚夫人穿着一身粉色长裙,打扮,得体,壮重, 一路热情和中国学子打招呼,温柔的模样赚足了国人的好感。 即使有人上前合影,叙利亚夫人也是耐心拍照,丝毫没有架子。 一位穿着衬衫和宝蓝色套装的女保镖,一直站在叙利亚夫人身边, 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周人的一举一动,保护着叙利亚夫人的安全。 她反应灵敏,眼神犀利,工作时一丝不苟,既保护了夫人的安全, 也没有造成围观学生的不满。 在我们想象中,保镖一般都是人高马大的形象, 但这位女保镖身材娇小,五官更是精致美丽, 整个人长相气质不输明星, 还有些撞脸照丽,看上去很清秀, 偶尔她也会卸下严肃的面孔,露出笑容, 美丽的模样,让人过目不忘。 以至于视频发布后,大家表示, 注意到了这位保镖小姐姐。 有人透露称,她就是中南海女保镖岩月霞。 还曾有媒体报道称, 她一人能打败日本五个空手岛冠军, 月入百万元人民币, 小小的身躯真云含着大大的能量, 能爬到这个位置,可想而知背后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我们也祝愿她事业发展上更上一层楼。 亚运会的瞩目焦点之一, 无疑是叙利亚夫人, 她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优雅仪态和亲和力, 吸引了众人的瞩目。 不仅国内,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 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心身上。 在一件柔和的粉色长裙下, 她宛如春日里绽放的桃花, 卓有风度,庄重而得体。 她的举止,微笑和亲切的态度都让人不惊心生仰慕。 这位叙利亚夫人展现出了深厚的友好情感, 她的热情与中国学生们的热情洋溢, 欢迎相得一张。 近日,随着亚运会在中国盛大举行, 体育进而的出色表现和激动人心的比赛, 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一赌制美丽的赛事上。 然而,在这个体育盛典中, 一个特殊而令人关注的名字, 展露头角, 她就是叙利亚第一夫人阿斯玛, 以大马式格玫瑰的美誉而闻名的阿斯玛, 不仅荣誉地, 荣幸地出席了亚运会的盛大开幕式, 还在中国的访问中, 游览了杭州著名的林尹寺。 而正是这座历史悠久的寺苗中, 她与一位亲切的老奶奶之间的温馨一幕, 成为了互联网热议的话题。 老奶奶的赞美让阿斯玛感到动情, 她以真诚的微笑回应, 你们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这番话语传遍网络,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证明了阿斯玛之所以备受欢迎并非偶然。 然而, 这位叙利亚第一夫人的中国之行并不仅仅是在开幕式和名胜之间的游览, 并在9月26日, 她再次成为焦点, 这一次是因为前往北京外国语学院参观交流。 根据相关报道和现场视频, 阿斯玛以简约的群装和投花, 出现在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与学生们亲切交流。 她与女学生拥抱, 与男学生握手, 完全没有架子, 散发出亲和力。 犹如林家姐姐一般, 阿斯玛的拼语近人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风采和谦和, 让人们纷纷为之喝彩。 然而, 阿斯玛的访论不仅仅引发了对她个人的关注, 还揭示了她身边女保镖的神秘面纱。 这位女保镖, 在中国的媒体网络上, 社交媒体上展露头角, 被称为中国最美女保镖。 女保镖穿着宝蓝色的西服套装, 一直紧随阿斯玛身边, 保护着她的安全。 她的颜值十分出众, 充满自信和英气, 她的眼神犀利而坚定, 有网友甚至发现, 她与知名的演员赵丽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尽管女保镖身材娇小, 但她展现出卓越的专业素质, 完美地执行着保护任务, 细致入微地留意着周围的动静, 时刻准备派出潜在风险。 虽然她的名字尚未被官方公开,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她可能是中南海的女保镖颜月侠。 有传闻称, 她曾一人击败多名日本空手道冠军, 并享有百万人民币的高薪。 这位女保镖的出现, 不仅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官方关注, 也让人们对她的专业素质和出色的表现暂叹不已。 探寻背后的故事, 阿斯玛与中国之行不仅仅是一次外交访问, 更是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 这位叙利亚第一夫人的亲和力和谦和, 让她在中国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她的中国之行充满了人们关怀, 展现了外交的温暖一面。 而这位神秘女保镖的出现, 则让人们不禁思考, 她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她是如何成为阿斯玛的重要后卫, 又经历了怎样的专业训练。 她的高颜值和强大的职业能力, 如何融为一体, 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国内外轰动效应, 阿斯玛的中国之行, 以及女保镖的神秘身份, 成为了国内外媒体和网友关注的焦点话题。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还反映了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阿斯玛的亲民形象, 传递出友好和平等的外交理念。 女保镖的出色表现, 则展现了中国在安保领域的专业水平。 阿斯玛与中国之行, 以及女保镖的走红, 彰显了外交活动的人文关怀和专业素质, 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 这不仅有助于加深、 蓄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还为国际外交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典范。 此外, 女保镖的出色表现, 也反映了中国安保领域的专业水平和高标准。 她的形象为女性在这一领域的地位树立了榜样, 也展现了中国在维护国家领导人安全方面的卓越能力。 总之, 阿斯玛与中国之行以及女保镖的走红, 不仅仅是一次外交活动, 更是一个有趣而鼓舞人心的故事, 将继续在国际社会中产生积极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